你怎麼回來了 不是你求爺爺讓我回來的嗎 我沒有和爺爺說 我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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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回來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當年下腰爬我床的時候 怎麼沒見你這麼要臉 很痛 痛 你有什麼資格喊痛 需要我提醒你 你是怎麼當上霍太太的嗎 如果不是你飛驚心機爬上我的床 利用懷孕筆與您出國 她就不會坐上那架飛機 更不會死 為什麼死的不是你 如果我說 那天晚上 是利用你給我發消息 讓我去你的房間 閉嘴 雨農是什麼樣的人我比你清楚 而你 跟你媽一樣 我是破壞別人感情的賤人 接下來你是擔心送我去監獄 還是讓我給你償 償命 這也太便宜你了 我讓爺爺收養你 我讓爺爺收養你 是因為你媽害死了我父母 我不僅要讓她坐牢 還要永遠地折磨你 唐文文 只要你活著 就永遠要向雨農淑 只要你活著 你活著 我就說我 fiber 阻碎了 你不配 你只不过是我想在家里的鲜鱼工具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求我 胡静北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心疼我吗 胡静北 胡静北 又想用骷髅剂 祸害一千年 你怎么可不可以 你可能会死 如果你死了 你欠雨雲的 我会让你麻烦 你不要忘了 你妈还在监狱里 你要是敢捂命我 你就等着给她收尸吧 胡静北 你怎么这么残忍 惩罚我一个人还不够吗 就凭你们母女做的那些事 让你们死一万次都不够 陈伟哥哥 你知不知道 我快死了 听说少爷压根不喜欢少夫 真的假的 当然了 你没看少爷有多硬的他 就是可怜的咱们的小小姐 要是他为什么说了什么 少爷有多疼他呀 胡靠 你怎么突然间说这个 那小朋友说的 没有爸爸接 没有爸爸的孩子就是野种 不是妈妈 那你有爸爸呀 这样就不是野种了吧 如果我死了 葡萄该怎么办 妈妈是爸爸呀爸爸 喂 关我什么事 你不是不喜欢孩子 只是因为葡萄是我生的 所以你才不爱他 不然呢 我霍家 不需要一个杀人犯生的孩子 走 郭静培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是不是能放下仇恨 好好爱葡萄呢 爱葡萄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 从你四岁到成年 妈妈都给你准备好了 以后 妈妈不在的日子里 你一定要多听爸爸的话 这些视频 应该足够霍静北陪着葡萄 妈妈忘了我吧 你躺着我镜头了 老师 您没拍的很好看啊 那你要是不要了哈 我就拿走了 随便 说起来这还是霍静北 唯一给我拍过的照片呢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是 让我尸首胸部死心 没有继续 任何家业 是 晏晏 你尝尝我做的糕点 看过我手艺有没有听过 慢慢啊 你这一来 委屈你了 委屈 杀人犯的女儿 就该如此 有什么委屈的 你现在是杀人犯的一个 你当初 你当初还求着我收留他 我当初收留他 不过是为了折磨他 可不是让他心弯里头活着 没想到他嫉妒成性 居然害死了羽农 简直和他妈一样下检 让他如此命晚不灵 你父母的死 不是万万妈妈的错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父亲出轨而起 那不得别人呀 爷爷 都说了吧 你别怪警呗 不用你在这加星星 收起你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真令我恶心 小偷歹子 爷爷 para 王啊 felony 兴 만 1000 再把月 devil 拿回来 爹 jeune 没事 所以 произош 我被你老爸怎么待 该巴起 short 去房间休息 留点血儿一血 死不了 我在奢求什么 居然还在期待他会关心我 我以为你不可以把我气死才敢气吗 算了 爷爷 明明是 我自己能 怎么流这么多血 他居然一滴眼泪都没掉 今备 要是也不想了 说一点话 也不想说了 也只有奉求你一句 好好珍惜眼前人 也都失去了 才知道最会莫及呀 怎么又想用苦肉继博去我的同情 可惜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霍金北 如果我说我没有苦肉继 只是单纯的喜欢你爱你 不忍心看你受伤呢 喜欢我 爱我 你也配啊 是啊 我不配 我就是在玩苦肉继 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牵饼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希望你可以去参加葡萄幼儿园的户外活动 取悦我 你说什么 你不是让我参加户外活动吗 那就在这里取悦我 让我满意 我就去 你不是让我参加户外活动吗 那就在这里取悦我 让我满意 我就去 霍金北 你疯了 真可惜的 那就没得商量 妈妈 什么事也重要 妈妈 要有一个户外活动 爸爸会去参加吗 好 我答应你 但你要记得说话算话 唐文文 没想到你这么多年 还是那样 伟大目的 你什么手段都能用得出来 下戒 是啊 我下见 而且还很肮脏 害死了你最心爱的你 我最该乱死 这样你满意了 可以开始了吗 既然你这么见得要玩 那咱们今晚就晚点不一样的 只要你记得你答应我的事 唐文文 你还真知道怎么扫兴啊 就你这副身子和脸 还不够我恶心的 快下去 好 我滚 但你一定要记得你答应我的事 滚 妈妈 今天要记得让爸爸打扮的帅一点哟 还有还有 今天是葡萄的生日 妈妈要给葡萄买蛋糕 我们和爸爸一起吃蛋糕 妈妈的小公主 放心吧 生日礼物和蛋糕 妈妈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妈妈 爸爸呢 爸爸今天真的会来的吧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妈妈 你是不是在给爸爸打电话 您好 您好 您好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对 葡萄乖 爸爸就快到了 我们再等一下爸爸好不好 霍京北 你知道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能陪葡萄过生日 而你 却连这个机会都不肯给我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期待 霍总 沈阳姐的手机还是联系不上 幼儿园那边说 小姐和夫人参加完活动之后就离开了 霍总 要派人去找吗 你很闲 霍总明明眼睛都要沾门上了 还装作不在意 真是霍总心海底天呀 霍总你看那是夫人 她身边那个男人是谁 给我查 是 看完完 你可真是个好样的 来 翔总 今天真是多谢您了 每天请您吃饭 没关系 夜里空大 你别动着孩子 来 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不用我抱紧去 啊你没事我可以的 你路上小心 是 爸爸 葡萄 葡萄 爸爸回来了 还没有过十二点呢 我们可以一起过生日了 这样 我的乖宝贝就没有遗憾了 刘莫 帶小姐去休息 終於捨得回來了 霍總在說什麼玩笑話 你今天為什麼沒來 你知不知道我和葡萄等了你 我有答應過你嗎 好 是我想過 我在 先回房 那個男人是誰 什麼男人 我問你那個男人是誰 我敬北 你發什麼風 不說是吧 我今天身體不舒服 你來累 你別 累 不舒服 我看你舒服得很 湯丸丸沒有我的允許 你怎麼可以和別的男人在一起 想逃 我 我 你放開我 我 你放開我 我只是想去吃的藥 藥 必要 等完事了 我會讓你吃 我 我 什麼 只有我 死了 你才會 放火啊 死 唐文婉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 你会放下如今所得的一切吗 没错 我生了 你爱怎么想 就怎么想 以后不要问我这样愚蠢的问题 你知道 我会让你付出什么 回吧 以后都不被问了 霍静北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为我难过吗 哪怕是 一点点 霍静北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不会忘记我 忘记曾经有个人傻傻的爱过你 你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摘散他们呢 我倒是要看看 我霍家的人 谁敢动 你千万不要偷偷偷诉他 你只能被我欺负 爸爸 你快去看看爸爸 妈妈他死了 你会不会 你又在耍什么花样 我命令你 在三秒内马上给我起来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唐文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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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准死 霍静北 若能再多看 你会不会 霍静北 霍静北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你才会放我 那是我累的 你的泪滴落的瞬间 我这很静 帮你来印象 爱我 好不好 还没开始 却倒在家 唐文婉 你不准死 你还没有说完罪 你怎么敢死 跑到 妈妈 苦到没事 你快 快叫妈妈 他完完 你欠我的还没还 你不能死 你听到没有 完完 李莫辰 救救他 救救唐文婉 里边的是唐文婉 那你恋请高明吧 我不会救害死我妹妹的杀人凶手 李莫辰 公里求求你救救我妈妈 放手 李莫辰 救救他 算我欠你的 李主任 不好了 病人严重大书鞋 您出课了 李主任 不好了 病人严重大书鞋 您出课了 公公 求求求你救救我妈妈 这孩子长得可真像她呀 伯军妹 我可以救 但我告诉你 不要忘了我妹妹是被她害死 不然 我不会放开 李夫人 唐文婉 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这样的事情 你爸在外面那么多女人 你还不给我争气 怎么就是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 你给我带这个好好贵的反省 不给吃饭 没有吃 吃完就不难受了 李主任 报告出来了 病人是公司你爱晚期 什么 是不是要通知家属 既然患者没有告诉家属 我们还是尊重患者的预论 喂 李小姐 他往往被踪过来了 这个贱人还真是命大 那他生命的事情 靖北知道了吗 他也知道 那就好 你给我盯好他 我亲自来送他一场 免得夜场梦多 好 霍总 唐老街很健康 只是炎症一起的发烧而已 只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会流这么多血 这 恐怕只有霍总您自己知道了 他身体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霍总 唐老街很健康 只是那里伤势比较严重 其他的 您不用担心 好 我知道了 我这是怎么了 居然会担心其他的死亡 没人了 没死 王婉婉 您可别怪我 谁让你没死成 你只好亲自动手了 你这么紧张 看来这小剑笼是你生的吧 那你可别怪我了 本来那是想杀你一个人 现在 现在 不止吗 啊 快 站住小剑笼 哎 小剑笼 小剑笼 你快动手 追 是 妈妈 妈妈 我已经派周海去追那个人 你有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博金贝 刚才上完的事 博金贝 刚才上完的事 博金贝 刚才上完的事 博金贝 是李语诺 他还没用死 他想杀了我 他想杀了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是真的 我竟然看到他 够了 唐婉婉 唐婉婉 爸爸妈妈妈 你们不要求家了 不得好怕 博金贝 我害怕 你刚刚 是不是看到那个花单的脸 你告诉爸爸 他长什么样子 葡萄好快 葡萄没看清 乖 不过 你还够了 唐婉婉 葡萄还小 他可不会像你一样撒谎 只有你这么恶毒 也许 这也是你自导自演的戏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什么 你都不肯相信我 没错 在我眼里 就算你唐婉婉还活着 也比不过死去的余奴 你连给他贴鞋都不配 如果我死了呢 如果你死了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是吗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就算我死了 你也不会在意 别人 我爱自己的 我爱自己的 践 我爱自己的 非常太行 真的 但是我爱自己的 我爱自己的 我那就不是被爸爸期待的小孩嗎 我他當然是被爸爸期待的小孩的 媽媽很愛你的 爸爸實在忙了 真的嗎 那等爸爸玩完了 媽媽就可以幫忙胡桃了 放心吧胡桃 無論如何 在我的最佔 一定不要爸爸喜歡上一頭 不可以 霍總抱歉 人根丟了 我知道了 胡敬北 我們談談吧 你來幹什麼 出去 我知道你恨我 但葡萄是無辜的 你好歹也是孩子的父親 能不能對葡萄好一點 如果你來想跟我談這個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必要談 出去 好 我們不說這個 昨天的事 你是不是已經查到是林雨農幹的了 果然是你 你害死雨農還不夠 現在又想污衊他 你到底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我沒有 我只是想讓你喝葡萄 別拿孩子當藉口 我一想到你利用孩子逼我結婚的時候 你就讓我覺得噁心 你知道嗎 霍京北 我在你眼裡就這麼不值得信任嗎 霍京北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這是真的 李雨農他真的沒有死 而我無辜的承受了你四年惡意 我就不委屈嗎 我也是人 我也會疼啊 你看看你這副無辜的嘴臉 裝的可真像啊 可惜我知道你沒有病 當初就是因為這張無辜的臉 讓我相信了你一次又一次 你才能一次又一次的算酒 趁我沒發火之前 滾出去 霍京北 我知道你不相信李雨農還活著 我會證明給你看的 滾 雨農 李小姐 這次我可幫你大樓 要不是我及時破壞醫院見空就暴動 都怪你個小精 要不然 湯婉婉 早就被我掐死 我也走了 湯婉婉那邊回開店 你找個時間立馬 另外 記得把錢打我卡上 郭 你怎麼在這 這話應該我問你了 李雨農 你到底在幹什麼 明明沒有死 卻要炸死消失四年 還要掐死唐彎彎 你怎麼了 不是的哥 你聽我解釋 解釋什麼 解釋你是如何收買醫生的 還是解釋你要掐死唐彎彎 哥 你都聽到了 是啊 我都聽到了 我是真不敢相信 我死了四年的妹妹 居然還活著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陷害另一個人 一個我恨了四年 差點沒救的 最無辜的人 不是的 不是的哥 你聽我說 夠了 雲農 你喜歡霍靖北 那是你的事情 但你不應該假死 讓所有的人都為你傷心的 尤其是你做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陷害另一個無辜的女孩 不是哥 我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當做什麼都沒聽見 從今天以後 你好自為之 哥 向妳講 多久 你聽説 我跟我想跳 我跟我們 你聽説 寻吻 我聽説 出音的 我聽説 我聽説 誰能厮 你的病情我都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你 晚晚 对不起对不起 为什么 我快死了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李雨农是你妹妹 还是说 你知道他没死 晚晚我 你知道李雨农没死对不对 告诉我在哪告诉我 对不起 李雨农是我的妹妹 我 是啊 李雨农是你妹妹 你当然要保护她 可是陌生哥哥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认为是我害死了她 都在骂我恨我 谁来帮我呢 你明明知道她还活着 而我背负了这么多年的骂名 我就不委屈吗 我只想讨回一个公道 问问他李雨农炸死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可以 陌生哥哥 四年了 我暗无天人的过了四年了 这还不够吗 我的孩子葡萄 他才四岁 你知不知道 李雨农差的杀死了他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既然你不能带我去找他 陌生哥哥 你亲口告诉我 他是不是还活着 至少让我以后 可以温馨无愧的活下去 他还活着 婉婉 这么多年 你受苦了 婉婉 你身后是什么 该会一下 抱歉 我不能让你带向他 可能他毕竟是我妹妹 所以 我都対不起 这是他李雨农欠我的 该话 等等活进呗 我有事跟你说 你不想见到李雨农了吗 看来我昨天跟你说的话 你根本没听进去 怎么 你不想见到他吗 只要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你肯定还会见到他 就算李雨农还活着 连我都找不到的人 你能有什么办法找到 很简单 只要 只要我这样做 他肯定会出现 我比你更懂女人 只要你肯配合我 最多一个月 他肯定会出现 而我只有一个要求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你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 照顾好不如他 可以吗 你最好别耍什么花装 否则 你监狱里的母亲 知道了 谢谢老公 贺景贝 就让我在最后的生命里 再好好爱你一次 好了 快去上班吧 这是出门的 我和葡萄在家 等你回来 不是要演戏吗 做就做全套 这不是霍总吗 霍先生 霍先生 旁边住你爸 很紧张 他是我的 妻子 那请问 做性能的妻子 会是平时会做些什么东西 文文 我 你们要报到什么时候 静北 你误会了 刚刚说我差点要摔倒 莫诚哥哥他在 误会 是不是误会我清楚的很 而且 我们之间又不是真的 你急着跟我做什么解释 你还有五天 霍金贝 你知道我有多希望这一切是真的吗 你旁边这位女伴和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 妻子 王王你个贱人 妈 霍金贝被 被唐王王那个贱女人迷住 你快帮帮我呀 唐王王这个贱人也配 放心 没人能夺走你霍夫人的位置 爸爸 我说起来 你妈应该还有不多一个月 能够出来的吧 看你感情好起来 你也很开心 当初 你们跟你们相样的婚礼 把你受委屈了 我的意思 等你妈出来 给你和静北 跟了婚礼 没看了 怎么样 老爷 你和你让我出来 哟 我说怎么在外面就听见屋里热闹糊糊呢 原来 你们一家 你什么也看了 抱歉老爷 我没人来不看 你来 说有什么事吗 可能有什么事 我就想着啊 好久没看见你们了 就过来看看 哎呀 说说不到 这是越来越可爱了哈 我 记得我家雨龙小时候也是这么可爱的 哎 转眼 我家雨龙主持了四年 啊对 胡桃 发好你四岁了 妈妈 睡觉不早了 你带胡桃去休息吧 胡桃别怕 妈妈带你去睡觉好不好 一會兒 我一來就睡覺了 我有那麼可怕嗎 你怎麼好久不見 飛馮奶奶玩一會兒嘛 哼哭哭哭什麼苦 憑什麼我 憑什麼我家有一次的 你和你媽去聯合建筑 霍玉玲 我可是乙農的妈妈 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这么对我 乙農才死得四年了 难道你专上这个贱人了吗 你到底是乙農吗 你带葡萄先上去 冯女士 这里是霍家 不是你撒你的地方 葡萄是我的女儿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冯玉玲 妈妈是我霍家的事情 你当时我们霍家人那边出言不讯 我给他爸放个言子 我给你闹下去 你 好了 那我就让你们好好的看过 你们霍家的孙媳妇 我多么的不要脸 唐安这个贱人 还是我女儿还不够 现在居然还吃过有我儿子 他不是你们霍家人吗 那是给我交代啊 唐安这个贱人可以戴绿帽子 要我是你啊我就把他 回 回 不是你什么意思 我女儿可是被逃了害死 我不想再说第二回 丑海送客 回 哈哈 霍建北 难道你忘了一个是怎么死了吗 他的手可是因为把你挡到 才不能探紧的 霍建北 你不能怎么没有良心啊 妈 妈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再来找婉婉了 宜莫称 宇农可是那亲妹妹啊 她可是被逃婉婉害死的 你不帮妹妹讨回公道你就算了 怎么还帮那个贱人说话呢 好啊 逃婉有个贱人还真是有本事啊 咱们一个个都迷的 妈 你闹够了没有 你放开我 管好你的母亲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她 还有你 霍建北 王婉她怎么样了 你不是说唐王婉是害死你妹妹的凶手 怎么突然担心起她来了 还是说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雨农是不是还活着 李雨农是不是还活着 靳北 王婉虽然说是在货家长大了 但其实是想在你身边的 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不要再伤了 对她好一点 这是我和她的事 轮不到你来智慧 我刚刚看到莫辰过来 她会说什么 李雨农应该 没办法的病情告诉父亲妹妹吧 怎么 你难道有什么事怕被我知道 看来她不是 没什么 你不会忘了我们还在演戏呢 出于魔外妻子的职业操守 我问问 不过分吧 你和李雨农进行到哪一步了 你和李雨农进行到哪一步了 你做了她的谋犯妻子 后天白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回答我的问题 说 进行到哪一步了 说 后天白 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 唐婉婉 你可真脏 你才把什么疯 我问李雨农是什么都没有 我只不过是 什么都没有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不是要扮演一个月的模范妻子吗 一个月都忍不住 就这么水性洋化 看来我们的合作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季伯 你误会了 那天是因为我生病 我生疼个医生疾痛 她 误会 误会什么 唐婉婉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在意你和李沫琛是什么关系 但是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不要给祸世的名声抹黑 至于模范妻子 我今天就告诉你 什么是模范妻子的典范 你吃的什么药 你吃的什么药 病药 不是你说不会让我怀生你的孩子吗 从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 怎么 郭总良心发现不让我吃药了 做梦 别忘了你答应葡萄的 明天会和她一起去水族啊 最后一次 还有三天 五天就出狱了 到时候 我怕再也没有招机 就算是家庭 你体让我体会 真正正气费感人 我也可以没有遗憾的自去 我也可以没有遗憾的自去 你说什么 我马上就到 霍靖北 你一会还回来吗 葡萄说他很想去海底隧道啊 雨冬回来了 雨冬回来了 霍靖北 不是说要陪葡萄好好玩吗 妈妈 爸爸为什么又不要我们了 葡萄乖 我们不等爸爸了 好不好 假的终究是假的 霍靖北 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该霍靖北 和无数师 从今以后 你逃漫 不会咋 雨冬 骗了我四年 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四年前 婉婉姐姐跟走我 没有办法 可我 太想你了 想再见你一面 就没想到 我们姐姐给我的那班飞机 出了事 亲密哥哥 我知道 你和婉婉姐姐结了婚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所以 我就克制住自己对你的想念 即使家死的名义 出国散了三线 既然走了 为什么还回来 那是因为 我 我要死了 那是因为 我 我要死了 雨军说 心脏 心脏衰竭 活不够三个月了 于是 我就尊散自己的内心 想着 哪怕见一面 就悄悄地偷开你一眼就好 没想到 这个身子 这么不争气 你居然发病了 亲密哥哥 原谅我好不好 我不想带着你的恨死去 这么晚了 不到不会还在等我吧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该死的贱人母女 竟敢抢走我的敬北哥哥 我要弄死你们 喂 给我弄死那对贱人母女 过敬北马上就要回去了 赶在她回去之前弄死她 葡萄 今天太晚了 我们不等爸爸了好不好 不 爸爸答应好葡萄的 要在这里等爸爸 快闪开 快闪开 你没事吧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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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发烧了 快回家 你怎么不带葡萄回家 你以为我想 是葡萄非要等 爸爸可不可以不要丢下妈妈和葡萄 你等着 我马上到 葡萄 你觉得以自己已婚的身份 去照顾其他女人合适吗 她需要我 她更需要你 葡萄 葡萄 李小姐她 我本以为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你会接受葡萄 喜欢上葡萄 就算我死了 你也一定不把葡萄照顾得很好 没想到 是我错 废物 杀个人都做不好 我养你没有什么用 给我处理干净点 别留下马脚 不然 你们一起死吧 一群饭桶 霍姬买了快躺下 她怎么样 没什么答案 病人情况良好 只是心脏衰竭 导致空血不足 需要找到合适的工艺才行 金北哥哥 你能来看我 我真的很开心 昨天的事 可吓死我了 你今天晚上 会留下来照顾我吧 我还有事 你先好好休息 别瞎想 他竟然就这么走了 唐婉婉 可真是好手段 不行 不能再这么不痛不痒下去 唐婉婉 你想知道四年前的真相吗 你明天来找我吧 还人盯好这里 还有 你去查一下那辆事控车的吗 是 我要知道 到底是谁想伤害我的人 让开 让开 夫人总裁说 怎么 我的丈夫夜不归宿 不眠不休的照顾其他女 我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吗 试管文姐姐来了吗 周海哥 让他进来吧 好好听到这里 有什么情况告诉我 我去内心告诉你 来的挺早呀 少废话 四年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什么真相 四年前不是你以死相逼 害得静北哥哥离开我吗 少装算 你不记得我记得 四年前明明是你给我发的 先让我去酒店找霍静北 你根本没有一个以前面 我没有给你买钱上 为什么他们都说是我做的 你做什么 还有 你应该没用 为什么要装四四年没有出现 那是因为 因为你要故意陷害我是吗 不然呢 谁叫你住进了霍家 得到了霍老爷子的认定 我如果不冤枉你的话 大家怎么会讨厌 静北哥哥怎么会觉得是你亏欠我 只是我没想到啊 唐婉婉 你命怎么这么硬 车都撞不死你 昨晚的车也是你找的 可惜啊 没撞死你和你这小建筑 不然 今天可就吃习了 烈龙 你敢动我女儿杀了你 婉婉姐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恨我 唐婉婉 玉冬你没事吧 新美哥哥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唐婉婉 郭锦梅 你快把他抓起来 他晚上抓我都不到车就是他安排的 我没有 新美哥哥 我说你可是在抢救室里面 你哪来的时间 你准人伤害他呢 你还装 你刚刚明明都承认了 那你有证据吗 当然 怎么会这样 证据呢 怎么会没有的 证据吗 不对 新美哥哥 婉婉姐姐她老是这样 已经习惯了 就当是我的错吧 你和刚刚的医生是一会儿的 她一定提前告诉我 最准人 是她 是女人刚才把雷皮给摁了 够了 唐婉婉 你闹够了没有 我已经没到什么时候 你还热闹在闹 之前在医院 还要杀我的时候 毕竟是她恨我 怕我抢走 她还那么小 她是怎么下个去手的 唐婉婉 昨晚的事我已经查过了 跟语弄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再闹了 你不要再闹了 我新美 其实你根本不在意对 无论是孙年姐还是她 你别闹 既然你语弄没死 你还是爱着她 那我放手 成全的 你又想干什么 新美哥哥 我们姐姐一定是误会了 我来跟她解释吧 我们姐姐 你真的误会了 新美哥哥 是看我可怜才会照顾我的 我们这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撑 李雨 你们离家是破产的吗 穷盗林都不光的情绪 需要别人的老公来照顾我 常文文 你说破了呢 既然姐姐 不怪我 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这个身体的话 新美哥哥 你一定会照顾我的 我 接住 不知道了 还以为你活不过去 你住口 老大 我说错了 我不许你再说语弄半个字 否则 否则什么 看看就给你 不过他有力 不过他有力 不过我更高兴 不过你也能活不过去的 唐文文 你真该死 死 死 唐文文 如果雨农出半点事 我绝不会饶过你 滚 雨农金钱就是 是不是你害的 够了 这里是医院 给我很敬天 霍静北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他 要不是他 我女儿治医的残疾是吗 治医多多汤 是你吗 林雨农出现长四年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他自早送 说不定他这次病 你实验出来 你 你胡说 我告诉你啊 要是我们雨农有个好胆 我 我跟他没完 我真的看回来 找人 请 小萦 我 以后你不准来医院找雨农 不然 哪怕你妈妈刑满初衣 我也会再把她送进去 我已经没你干了 要是敢这样做 我就和你去逼 你尽管试试 看我敢不敢 好 我以后都不会再和你的雨农见面 等明天我妈妈刑满初衣 我就带她走得远远 再也不会给你把她送进去的机会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妈妈你怎么办 莫乘带我离开这里求你 好 莫买你别害怕 我这就带你走 莫买 你真的不要紧吗 要不还是住院吧 我会找对权威的教授给你汇转 不用了 我的身体我清楚 更何况 你妈和你妹妹都在医院 莫买 莫买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会去的 莫买你 等明天我妈出狱 我去带她离开这里 再也不和霍京北纠缠了 那葡萄呢 她怎么办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生病离开的样子 把她留给霍京北照顾吧 毕竟葡萄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不在的话 她应该会慢慢接受她吧 唐婉 敢挂我电话 竟敢抢走静北哥哥对我的关注 我又让你生不如死 喂 我要让你帮我办一件事 汤婉的母亲明天出狱 我也让她 永远出不了监狱 明白吗 汤婉 就好好享受我死 你会觉得你大 宝贝 明天妈妈就要离开了 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 以后 妈妈不在的日子里 希望你和爸爸能幸福 梅月 我有件事想请你 妈妈明天不先出去了吧 我想带她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但是葡萄还小 不方便和我们一起去 放心吧 汤婉 这有我在 谁都想不去疯了 爷爷一定会替你做报复 你放心 带着你妈出去玩吧 谢谢你了 爷爷 一直以来 都谢谢你 居然敢挂断我电话 长本事了 走 跟我去照顾雨农 如果你今天回来只是跟我说这些 那我就上楼休息了 唐婉婉 是雨农要见你 今天可以不去 但明天必须去 明天我有事 去不了 也不想去 唐婉婉 霍静人 你有完没完 如果你们叫我过去 只是为了继续折磨我 只为了离婚 那我们现在就签离婚协议 只求你们放过我 雨农要见你 你必须去见她 这是你欠她的 在她面前 你永远有说不得全力 霍静人的肥皮 是不是执约我死了 你才会放过我 也许未来有一天 你会知道你欠了我多少 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现在的我在经历着什么 喂 什么 雨农晕倒了 好 我马上就来 唐婉婉 明天下午 如果雨农在医院见不到你 你知道后果 喂 婉婉了吗 你妈出事了 赶紧到第一院来一趟 快 妈 妈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妈妈 婉婉你来了 妈妈 我进北纳 她对你 还好吗 她对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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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你给她打电话 那你给她打电话 她对我很好 那你给她打电话 婉婉婉 婉婉 你真的 你真的为了给妈妈解析 你也不不开的手 都跟霍金碑结婚了 不是 不是妈 我没有 我没有 婉婉 婉婉 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要骗妈妈吗 啊 那你给婉婉 打电话 婉婉 你知道 妈妈时间不多了 不要让妈妈有遗憾 我要见她一命 婉婉 我要见她一命 我疼 我疼 就很疼 你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天青 大大 妈妈一定要电话你 是婉婉姐姐吗 抱歉啊 近北她 现在正在洗澡 我的女儿 是妈妈害了你 是我不敢让你去活进被家 妈妈 妈妈 你害了你 不是 不是 妈 对不起我的弯弯 妈妈又要留你一个人在世上 你别怕我和你爸爸会在天上看 可爱 妈 你别吓我 妈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妈 你知道我胆子一吓都很吓了 你别吓我 你醒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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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吧 你别吓我 你没吓我 你跟你吓我 你 你 是不是 金鼓 什么东西被收拾了 你满意的没有 唐婉婉 我知道你母亲的死对你刺激很大 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放在我身上 我查过了 监狱是火是意外 我竟没本事多大 不是意外的东西能让你说成意外 婉婉 怎么 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觉得你为了你跟李雨农 做了一点很伤害我的事情 你很得意啊 你给我滚 我妈不想看见你 他的后事我会安排 你累了需要休息 我没有你放开放开 你别动他他没有你别动他 你冷静点 放开 婉总 女龙要见你 你必须去见他 这是你欠他的 在他那里 你永远没有说不的权利 明天下午 如果女龙在医院见不到你 也知道后果 对不起 我的婉婉 妈妈又要留意一个人在世上了 你别怕 我和你爸爸 会在天上 可 妈 感谢观看 周海 把医院前十分钟的监控全部查一遍 唐文文 是你啊 这里风很大 我带你下来 你别过来 好 我不过去 郭静北 我终于知道你有多讨厌我 你对我的恨有多么刻骨 从我十岁来到霍家 在你身边长大 从我知道我妈害死你妈的那一刻起 你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生怕着你厌恶 你来到霍家 就是要赎罪的 十四年了 我妈做了十四年的老 我以前 一百一十年 我 还差八小时 就差八小时他就可以死了了你怎么可以 文文你听我说 怎么责任 文文你听我说 这件事真不是我做的 我说了会给你个交代 你先下来好吗 我不去 文文 文文文 不 你不是让我死吗 你还抓住我干什么 放开我 文文 没有我的允许 你别想死 我 你还嫌伤他伤的不够吗 如果你做不到真心 你就应该放在罪 唐宛婉是我的妻子 我们夫妻间的事 轮不到你来智慧 让开 周海 这件事 你给我重新去查 任何一点都不要放过 是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什么 霍金北查到你们了 霍金北查到你们了 怎么又不会帮你 妈 我刚和我伤了机会 发现了 妈妈 霍金北要查到我 妈 妈 我还不能被金北哥哥发现 妈 你追走我了 你一定会帮我的对方 妈 好 那幫你 放心 會沒事的啊 那些人糟了 是李小姐的母親 彤義妹指使的 彤義妹人呢 這個時間段 估計在李家 要回去把他帶過來嗎 不用 我親自去找他 好 難道說 不說 蔡英線 你們知道我是賢蠻 別敢幫我 我告訴你啊 我女婿可是我欣賞和立美 你們敢幫我 立美一定不會幫你們的 他一定會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怎麼 怎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不說話了 靳北 靳北 阿姨 是你找人放的火 說 為什麼害死王爺的媽媽 我靳北 我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我這 說不說 我 我只想給湯娃娃那個賤人一個教訓 誰讓他欺負我的寶貝你 再說了 靳北 啊 我這個都是為了你啊 那老賤人 他們殺死你媽的叔叔 他死了死了也是他活該啊 周海殺人償命 把他交給警方 是 霍靳北 你怎麼會這麼對我 我可是雨農的母親 讓她 人家 女兒 你怎麼可以 我 女兒 一直 你這麼照顧她 你这么照顾的 14年才老了 你去和我过去 你为什么能不能放过他 你怎么办必是啊 爷爷 不是我做的 好 那你告诉我 这是谁 冯玉梅 我以为 他你他相信我 这边不可能 爷爷就是居宫那个人说的 这边或是军雷 我相信 他真的看到里面都没有 不 不是他 你 你 不要再发毛了 发生过去的 你看 这个小孩都知道心疼 我给你那么多年 你懂你怎么不信任他吗 你也有那个女人 那个偷妖吗 不论的 他妈的生命你都不管了是不是 他妈的事 都要是 是 我 看我你去 他妈的事都很欣 我脱离你 不我不离婚 什么你后悔了 你不是一直想离婚吗 我 我只是还没折磨够他而已 你啊你啊就嘴硬吧 哎再这么做下去 迟早有句后悔都来不及的时候 我不管你了 爸爸痛不痛 痛就吃糖 吃了就不痛了 葡萄都是这样 所以妈妈给葡萄准备了好多好多糖 他爷爷更加很凶啊 葡萄有点胖 喂葡萄 是爸爸做错事情 他爷爷才会那么生气 你别害怕 爸爸妈妈说 不说是不可怕 只要有遗产的错误才是好孩子 是我错了吗 什么 霍金北把我妈关到监狱里了 啊我知道 是厌 你是岀死的 我要 其实到底哪有可能 哪听 就是 刚才有人哪听回来 我 那我真的真的想跟你说 なく 我 不是 我 你 我 连今 我 我不想看到你 滚 我说滚你听不懂是吗 你 你来做什么 听说你妈死了 你来看来 滚 有 反应这么大 要是 你知道你妈妈的死亡真相 你会怎么样 你说什么 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你妈出狱的前一天晚上 监狱突然发生了火灾 我没有病 难道是你 当然不是 但好像 我闻了你 我闻了你 你杀了 用他 你捅他 伤害我了 你拿着他 捅啊 你捅他 你捅他 你在捅我 往这里捅 你捅啊 这样 你慢慢死我就捅你了 什么意思 这里跳着 可是你麻烦心脏 你舍得 你舍得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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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给的是什么病 心脏衰竭 季美哥哥答应我了 会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心脏 让我活着 可是 博人心脏 你怎么会捐献呢 是一个刚想死亡的人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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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会呢 那为什么不会讨天 妈妈就下葬了 你帮妈妈过来的把酒去 我已经找人安排好下葬了 过几天葬了 过几天葬的 你 你 唐婉婉 唐婉婉 靳北哥哥從來去愛我 而你永遠都比不過我 永遠 唐婉婉 唐婉婉 新美哥哥 不是來看我的姐姐 真想要殺我 唐婉是我 不是我 是他自己拿著我的手乾 真的不是我 唐婉婉 幸好你上來來 唐小姐 你怎麼可以這麼做呢 你知不知道你教姐 昨晚剛做了換一個手術 身體還很虛弱呢 是你跳著 或是你男子 是你 靳北哥哥答應我了 要找一顆適合我的心臟 可是活人的心臟 怎麼可能會牽線呢 只有剛剛死亡的人啊 那為什麼才過兩天 你媽媽就下葬了呢 和靳北 我媽的死 到底和你們有沒有關係 我只想給唐婉婉那個賤人一個教訓 誰讓他欺負我的寶寶 別人 再說了 再說了 靳北啊 我這塊都是為了你啊 那老賤人 他不是愛你媽的凶手 你死了 死了也是他補開啊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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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说的都是真 你真的为了李雨农害死了我妈 他李雨农的命是命 我妈的命就不是命吗 霍景北 骗什么 闭嘴 你妈是杀人犯 她本来就该死 但是你伤害李雨农 事到如今 你必须承受代价 好 既然你认定是我 那我无话可说 接下来呢 你是打算报警抓我吗 喂警察吗这后杀人谁让你报警他 这这杀人成名李雨农法呀 滚不许报警 叫作主 雷农 你好好休息 我还有事先走了 找几个人 让唐婉婉在监狱里啊 好好享受享受 事成之后 五百万 唐婉婉 这一次 我要你彻底爬不起来 周海 调取资料提取监控 我要保释唐婉婉 走错了 这是女子监狱 女子监狱 那又怎么样 既然来了 就平安开几个乐的乐的吧 臭苗子 你一会儿不知道吗 你一会儿不知道吗 获总 特别恨你 实话告诉你吧 就是获总让我们来的 获总说了 她卫卫伤害了李小姐 你一会儿 获总 你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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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 劳助你一会儿 偿 都不ech 你一会儿 posted 你一会儿 幹啥 不要 臭婊子這個打老子 我救悲 我恨 不是 這怎麼不聽話呀要不然我們 我說了好好折磨折磨他 去 上 啊 啦 阿 hurt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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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太瘋了吧 說有哪個小洞子 臭小子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是說那國際北的力量 差了吧 王婉醒起來 沒事了我送你回家王婉 我請你 保護我的不是很重 為什麼選擇這一種 王婉 這件事不是我做的 你受傷了我帶你回醫院 我好好的會愛生你 如果我下輩子 我一定 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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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沒有死 我照顧好病 我不准你死 你欠我的还没有还 如果你死了 我就不认破道了 你听见了没有 周海 没有查 究竟是谁 敢用我的名义 伤害我的人 霍总 他伤口根不深 只失血不多 需要信仰 查出来了没有 犯人引交代 是玉景教人家的 她主播说 是您教人贯助 玉景 她倒是好大的胆 是谁指使她的 玉景说 是 亲爱哥哥 我们自己怎么办 处理感情 唐婉婉那件事 是不是你做的 唐婉婉那件事 是不是你做的 亲爱哥哥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在信仰 我以为 你能明白上次我对你母亲那件事处理方式的意思 那是我对你的警告 西美哥哥 你误会了吧 我要是想伤害宝贯姐姐 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我这次来找你 说什么 我想 我想 去找警方作证 这一切都是误会 宝贯姐姐 她是不小心伤害到我的 这样的话 她就会出狱了 是吗 是啊 我真的没有想伤害宝贯姐姐 所以哥哥 你不用相信我 李雨诺 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看透过你 我真的没有想伤害宝贯姐姐 你不用相信我 唐文文 多怪你 你怎么还不去死 你还记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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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坏语的 小剑忠你竟敢骂我 坏水你才不会烧到我小剑忠 小剑忠是早就弄死你 妈妈你醒了 怎么不到你怎么哭了 妈妈你是不是也不要要葡萄 怎么会呢 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葡萄 你骗人你就是不要葡萄了 他们说你流了好多血 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葡萄再也见不到你了 让葡萄就要变成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的小孩了 乖 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的 哟 我这是个母亲生呀 哟我这是个母亲生呀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看看你死没死 我给你安排了那么多人 你都不想受我 可惜 那些人也是你丈夫 你就不怕霍静美知道以后 让我庆祝你的真面目 哈哈 真是笑话 你以为我会心里 一场话 只不过什么话 你身上 伤害我了 我身上 想不住 我杀了你 我看 老马 老马 你们在干什么 新北哥哥 我不过是过来关心婉婉姐姐 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小的孩子推我 他已经受伤了 不是的 爸爸是他心气疯妈妈的 新北哥哥 你知道婉婉姐姐是不同教的小号 原来这么小的小号 骗人 不懂 实话告诉爸爸 这个阿姨的脸上为什么会受伤 不许撒谎 听见了吗 我怕他欺负妈妈就推了他 你怎么能推人哪 谁教你这么做的 小小年纪就敢伤人 你 不是他想欺负妈妈的 霍静美 你够了 我倒还行 你凶了 我教育我的孩子 还轮不到你这手画脚 霍静美 葡萄年纪还这么小 有什么话你好好说 为什么要凶他 葡萄就是你惯坏的 这么小的孩子 竟敢做出如此狠辣的事情 你就是这么教他的 不然呢 让他受了欺负不饶还击吗 你 从葡萄出生那一天起 你经过一天到不减责任了 现在 有什么资格教育 好 从今天开始 我来教他 中海 从今天开始 唐婉婉不许再见到葡萄 免得他教坏我霍家的孩子 免得教坏我霍家的孩子 霍静美 你别太过分了 中海 你先 让我去 请离开 霍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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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了 你什么时候遮眼她们上了 凭什么一句话叫把我的胡档分开 你还是不是人 既然你教不好孩子 那就我来教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 像他妈妈和外婆一样 是个杀人犯 新美哥哥 这样不太好吧 你记得 婉婉姐姐是葡萄的亲生女性 我的女儿 不需要一个杀人犯的武器 如果你还想见到葡萄 那只能当个下人 正好 国家还缺一个保姆 父亲没 恨 看来你已经恢复好了 那就跟我回趟霍家 正好 我教教你什么是规矩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霍家的保姆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有你来做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霍家的保姆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有你来做 霍青梅 你凭什么这么要求我 你可以不做 但你就别想再见到葡萄 周海 东西给他 是 从今天开始 所有人的工作 包括伺候羽农的衣食住戚 都交给唐婉婉 谁都不许帮他 金伟哥哥 婉婉姐姐毕竟是你的妻子 但她照顾我的话 你太好吧 要不 我还是不应用你 雨龙 像她这种女人 没必要善良 你就安心住下 让她伺候你 直至你身体恢复好为止 请悦 让她伺候你 我还是不许带 爬一会好的 这就让她说 嘻 媽 沒事 嫂子習慣了 主角小朋友 你好呀 媽媽你怎麼不在這裡 普通 花女人你怎麼不在這裡 普通 爸爸你為什麼要帶這個花女人來我們家 沒禮貌 小阿姨 我不 劉奶奶說 爸爸帶其他的阿姨回來 就是要給葡萄找後媽 她有媽媽 葡萄才不要這個花女人當作葡萄的好媽 葡萄不要 劉媽 你就是這麼叫小姐啊 小 新北哥哥 葡萄還這麼小 雖然是身邊人怎麼做 他就怎麼學了 我也沒關係的 要不你先去忙吧 我就和他玩一會 可是他 你就放心吧 葡萄這麼可愛 我很喜歡他的 就是之前我們接觸的比較少 他比聊帕生而已 我們都熟悉熟悉 給我們一下感情就好 也好 這回你跑不掉了吧 小健壯 以後 就是你媽媽 你要學會好好我 知道了吧 壞元大壞蛋 你做夢 晚上不要你幫我的媽媽 壞猴子 有時候接受成功了 啊好痛 救命啊 媽媽我好怕 給媽媽 打我 不憑你感動我女兒這一瓶 可以抓著 把地上的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新北哥哥 我伯伯是跟葡萄培養感情 我跟葡萄培養感情 你上來就打我 你看我的臉 你打的 沒錯 是我的 誰敢動我女兒 我就和誰拼命 你應該慶幸 你留了她一遍 站住 我讓你走了嗎 給雨農道歉 我憑什麼向她道歉 她李雨農該打 你卻知道 她剛才把破子 彎彎姐姐 我不知道你哪裡得罪了 不是不是 你應該回來 你應該借我 你和清北哥哥之間 可是我 真的控制不住 對她的感情 你能讓你 決量你 好啊 那你去死好 去死我就要讓你 唐婉婉 好 既然你容不下我的話 那我走好了 請被哥哥保重 你快去死啊 去啊 這點力道 撞不死人 唐婉婉 你鬧夠了沒有 我說錯了嗎 清北哥哥 你們不要為了我吵架 不是我命 不是你做的 你哥哥 不是 又開始裝了什麼 你剛才欺負葡萄那個囂張勁呢 怎麼 他過清北一來又開始撞嗚呼了 婉婉姐姐 你罵吧 如果你罵我 你會好受點的話 你真的 你還不解個氣的話 你 拿會 你發什麼神經 夠了 你不能進來的 這就是你教出來的好女兒 好 好的很 下次別再讓我看到你欺負你 否則 就再也沒想見到葡萄 媽媽爸爸為什麼要戶著那個花女兒 爸爸是不是不喜歡我 葡萄女兒又不聽話 他不想要見不到媽媽 葡萄好怕呀 別怕 媽媽一定帶你離開場 什麼事 我們離婚吧 我想過了 我到現在年紀也不小了 你和李宇農在一起 站好在 走開 你就這麼迫不及待的想離開我 我是不是應該給你點懲罰 才能讓你長記性 你就不怕你的羽龍直到傷心了嗎 提他做什麼 我們是夫妻 只要一天不離婚 你就要履行一天作為妻子的職責 好好伺候我 郭靖北 你就是個不折不扣的人渣 你那麼愛我 我成全你 跟我離婚啊 金美哥哥 你在裡面嗎 金美哥哥 你在裡面嗎 金美哥哥 你的小情人看我們這樣 該傷心了 吃醋了 吃醋 我 平野配 金美哥哥 我是不是打擾你們了 談完完 你先出去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 我是來給你送牛奶的 新北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你衣服濕了 回去收拾一下 金美哥哥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 你等我啊 我回去收拾一下 金美哥哥我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 金美哥哥你知道嗎 這些天我沒有一天不是在想你 金美哥哥你答應我 這位子只愛我一個人好嗎 好啊 金美哥哥你可真好啊 那你 你喜歡我什麼人 當然是喜歡你的溫柔和善良 金美哥哥對吧李宇農 當然是喜歡你的溫柔和善良對吧李宇農 這 這這什麼 是什麼 你不知道嗎 這什麼 我在客廳安鑑控室為了看護葡萄 沒想到用到了你身上 如果不是這個視頻 我都不知道 你這善良的表面下 居然還有一顆肮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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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給我 你還要一顆肮臟的心 我只是在想個腦袋而已 夠了 看來我之前跟你說的話 你都忘記了 我現在見美哥哥 我現在見美哥哥 我是故意的 出去 以後別想讓我再見到你 見美哥哥 我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派人赶你出去 你怎么了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我现在雨农去医院 回来再给你解释 妈妈 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你不要离开不到 妈妈我联系到一个国外的医生 我妈妈崩倒了 求求你救救他 你说什么 不到你告诉我你在哪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们 我们在家叔叔 快来 快来救救我妈妈 妈妈 不到你别怕叔叔来了 我们现在就带你妈妈去医院 周海 给我仔细查查李雨农最近的 动态 要快 雨农 希望真的如你所说 这只是意外 不然 我绝不会放过你 近北哥哥 这是什么 是什么 自己看 你自己看 原来你早就回国了 还想在医院 害死唐婉婉 不是的 近北哥哥 我我我没有 你听不懂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些我找人验证过了 没有作假 看在你 救过我的份上 你走吧 我没有 我不要近北哥 错了 我真的找错 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李雨农 我一直相信你 从未怀疑过你 可你为什么骗我 你回国了 为什么不出现 你为什么想害死唐婉婉和葡萄 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最美哥哥 唐婉婉 下车的手段抢走你 要是那天 我真的烧了那辆飞机 我就真的死了 所以你就想害死他 就算你恨他 那葡萄又有什么错 我没有是他撒谎 我承认 我是说的那些话 他我只是为了吓唬他 我和姐跟你离婚 怎么可能会伤害主套呢 可是你的孩子 你不会舍得 然后你会对手 我知道 我们今天也回不去了 你放心 我会走了 我都会好了 但是我妈妈一起走 就没有你打扰你和娃娃女的 吃 你要只要好吗 我已经安排好了 後天會有人帶你走 從今以後你好自為之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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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神 郭姊妹 你想逃彎彎為什麼不可以愛笑我 彎彎 媽媽 你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 你知不知道你差點就 反正這次你得聽我的 趕緊跟我說過這段 葡萄看到你暈倒差點都嚇死了 難道你真的放心讓別人當葡萄的後馬 我了解你 她不會是一個好か 你說不被話誠哥 我問誰照顧葡萄 我都不會放心 我要活着 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 好 那你请会跟我出国会场 但是 霍金北那边 要不要告诉他你心病 你别告诉他 我想让任何我可怜 特别是他 虽然我知道 不管我发生什么 哪怕是我死在他们眼前 他都不会多看我们 但是我怕 他知道了 不他就知道了 实际上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怎么办 你还要几个恶把我赶走 我还想出国治病 你现在在做 你给我当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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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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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快救我了 什麼 我聽到婉婉姐姐要跟我哥哥 我真的很可愛婉婉姐姐 我想去來她 我沒想到婉婉姐姐自然這麼很多 居然想放過面孔 你快去機場 去來救她 快啊 我婉婉 死定了 中海 對車狙擊場 以外 安排人去越救雨 抓住那個放火的人 要快 扛婉婉 國外那邊 馬丁教授的團隊 是目前全球最頂尖的 有很大的把握 可以抑制癌細胞的擴散 等你好了 就可以安安心心的陪伴普通 是啊 這一去 回來也不知道葡萄能不能認得我了 你們是誰 你放開我 李某春 我倒是想問問 帶著我的女人 想去哪 你放開我 霍金北 晚晚他不想跟你走 你放開他 這是我們夫妻線的事 霍金北 晚晚他不想跟你走 你放開他 這是我們夫妻線的事 輪不到你萬人說話 霍金北 你放完 感谢观看 你真是感情深厚 我的他连葡萄都不要了 他完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够了你我话就直说 别牵扯别人 和陌生哥哥没你想那么龌龊 还不打算承认是吧 好我问你 在越北烧伤是不是你让人去做的 你让人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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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看见了 从他被浓烟呛倒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你让他和陌生死亡 你现在连杀人放火的事都敢做得出来 你现在连杀人放火的事都敢做得出来 你就那么爱了 你就这么想 不然你怎么会和黎茉生出现在机场这么长就死亡 还不是做贼心虚 人已经抓到了 就在机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我们现在就把人带过去 定位帮我 下来 小年系黎茉春是吧 做梦 把那个人带过来 带过来 小小姐 这个地方害惨了 什么害惨了 我根本不认识你 做事根本能这样呀 给你说把例子 搞起 其他的全部都联案做 我绝对不给你监狱的吗 怎么 这边出事了 没人了 告诉你 我说可是有证据的 有证据的 那证据呢 那证据呢 证据啊 就是啊 霍青北 你相信我 这不是真的 你相信我 唐婉婉 你为了和黎茉晨私奔 你连杀人放火的事都敢做得出来 你有想过葡萄吗 霍青北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这句话 如果说我自私没有考虑过葡萄 那你呢 从土到重生到现在 你有机会一天当不起的责任吗 霍青北 没有做过的事 我是不会认的 如果说非要做错什么事 那就是我不该在年少的时候还伤你 看来你还是死不悔改 嗯 我等一下就回去 把它交给警察 小姐 你不能不关我呀 早就起来 霍青北 那夫人呢 既然你还不认错 那就在这里好好反省 什么时候反省对了 什么时候再回去 霍青北 灵灵 GI так 就死不了了 tah 刚�g 对 Van 让我这说 flagship 把 这上人犯的女儿 成品不上床 你 我过了 反正他也没过 叶老夫人 干嘛 我倒是要看看 我霍家的人 你只能被我欺負你 如你所願啊霍先生 現在我真的要死了 如果有來生 我一定不要再遇見你 也不要再愛上 這位冰了 他怎麼樣 霍先生 警告所遭遭 差點沒有搶救過來了 他怎麼樣 霍先生 霍總我作為一個局外人真的看不下去 行動者手段之殘忍 壓根不想讓你邀請活下去 行動者找到了嗎 是不是 之前合體消息我過覺得 逃亡了 別胡說 我們姐姐媽媽剛去世 會傷心難過還來不及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事情 不是他還沒有人啊 殺人的方法也不這麼多 幹嘛偏偏選擇用火燒啊 我記得 躺下的女婚 好像 也是C肯蛋 這兩者 會不會有什麼觀念啊 秦醫生 你先出去了 我一定沒個做了 還能快回去 秦美哥哥 田醫生 是因為關心患者才這麼說的 你可千萬不要生氣啊 還有 婉婉姐姐 她回來了嗎 herum 筵筵 這個電 唐娃娃應該到家了 不用管他 我還有事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這個樣子 光臨她還想著那個鏡子 完了 身的咪 大家 不可以 我 必须 我 你 我 你 你快死了 又要耍什么火灶 又要耍什么火灶 我先回来 您好 我们这是第二个男女 请问您认识唐婉女士吗 认识 我是她丈夫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接到报案 有人在东河村发抢了她的尸体 唐婉婉给了你多少钱 卧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 唐婉婉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陪她演这场戏 真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今天有个会 不能知道 一定又是她在刷手段 故意搞这枚出谷如今 有人在东河村发现了她的尸体 你应该说什么 不许她死了 是吧 她有可能 对她的尸体 父女 我不认识她死了 父女 不是她死了 你刚刚说什么 不是她死了 两个小时前 她是后来才被发现的 你再为投我演戏是不是 我已经原谅她了 不要再让她演了 跟他说 跟他说以后 他只要跟着伯特好好生活就行 只要他没有事 不能 夫人他真的死了 夫人的议题在太平间 法医已经到了 准备给他掩饰 不能动他 谁都不能动他 周涵 我要去见他 带我去见他 周涵 你看 他只是睡着了 他只是 生我的气 对我失望了 婉婉 你怎么会死呢 婉婉 没有我的允许 你怎么可以死 婉婉 你起来啊 金北哥哥哥不怪你了 你起来 我们带葡萄去上学 我们一起带葡萄去上学 好不好 婉婉 是因为 是因为太冷 你还不想起床 是不是 没事 我在这里暖着你 我在这里暖着你 起来 我 起来 这里太冷 这里太冷 太暖 我要带他回家 我要带他回家 晚晚 你回家之后就会好起来的 晚晚 你先告诉我 夫人可能是因为攻击 严厌 确实 确实情况 还有人能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他是因为什么过失的 他是因为什么过失的 女生说 夫人可能是攻击 没有及时治 当时 你先吃不要 怎么 想联系林陌生是吗 你做梦 一定又是他在刷手段 故意搞这么一出苦肉计 你带他去哪 不对 林陌生你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 是你让他 吃药炸死 对不对 怎么不怀疑我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你不是问我 是不是给王后吃了仇校 然后在这里睡着 我进来 我他妈告诉你 我世上震你震你了 我在知道 晚晚空姐 晚期的时候 我就冲心喂给他 这样 我就不会被你逼死 在那个荒芜人烟的小村子里了 我就不会被你逼死 在那个荒芜人烟的小村子里了 一个名是你要带走我的娃娃 我才会 我带走她 是为了救她的命 你 只有她跟我走了 国外的治疗团队已经在等着了 明知道跟你怎么会耽误治疗会死的 还是以我反过的跟你走 你都对她做了什么 你都对她做了什么 死你了 你想尽一切把她折磨 恨不得她去死 现在 恭喜你 祝你所愿 她死了 她死了 在致富一日年负一年的期待里 她死了 我没那么想过 那只是当时的一时期化 那只是当时的一时期化 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死 是 你没想过 但你什么都做了 死 但凡你给她一丁点信任 我会隐瞒并且不告诉你 她会一心求此 不给自己半眼活路 那你呢 你知道以后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 告诉你 告诉你你就信了吗 啊 就算她没生病 那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可以把她丢在那种荒芳人厌的地方 她是什么呀 她也会害怕 会恐惧的呀 你知道报警的那个村民发现她的时候 她是什么样子吗 郭清白 她死后差点被野兽给吃了 甚至差点没头上个圈市了 我没那么想过 我当时真是气昏了头 我没想到 她会走到这一步 我好人 我弯弯 没有爸爸 也没有妈妈 所以不会有人找帐篷来问你讨什么说法 除了葡萄 会哭着喊着问你叫妈妈 你可以尽管去享受你的不好生活 我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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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言 您当健身体 你 霍金美 你真是做的神不孽呀 管管这么好的孩子 都不一定还能治疗 要你 想给你满意了吧 嫁妇人王的师妹 好受吗 啊 何金玫 你讓我死後才不去見他的父母 還有你的女兒 你要怎麼告訴父子 他沒有媽媽了 少去告訴你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你為什麼不聽 為什麼不聽啊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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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玫 金玫 這是晚晚十八歲那一年 我拍下的照片 沒想到 總裁 這是黎先生給的 醫院裡關於夫人的病情記錄 我拍下的照片 我拍下的照片 沒想到 還有田醫生 這四年來還國外一個賬戶 不正當的資金往來 夫人的病可能和田醫生有關 而且 繼續說 繼續調查 這個賬戶可能是 李小姐的 李徐東 晚晚 等我處理完一切 我再來找你 你現在還在化療 避著連子外線 其實 我覺得他還是挺在意你的 如果你想回到他的身邊 現在還來得及 莫辰哥哥 帶我走 我不想在這 好 我帶你走 我現在就帶你走 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他的事情 我不會在意 你真的不在意了嗎 為什麼讓我送證據給他 又為什麼要退出化療來這裡 文文 你騙不過我的 也許吧 我這一區不知生死 我這一區不知生死 葡萄還小 但我也希望他能有安全的生活環境 那你呢 林宇農師你妹妹 你為什麼要這麼幫我 就當 就當我替他贏他賭罪吧 我這一生都是為家族而活 為親人而活 這一次 就讓我跟著自己的心 任性一次 追逐你吧 再見了 好玩玩 再也不見了 我請唄 新年哥哥 你再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新年哥哥 你在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新年哥哥 你弄疼我了 疼 疼就對了 新年哥哥 你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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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害怕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 當初陷害婉婉的時候 婉婉也會害怕 也會疼 新年哥哥 你說什麼 我忘記你聽不懂嗎 聽不懂是吧 我不懂 就是他 他 他讓我在 他問你管業是誰的 到車 他就過了 就是他 就是他 你污蔑我 親妹哥哥不是我 是他 他和他外婆關係很好 一定是他們一起陷害我 你不要相信他 不信他難道信你嗎 來 他 他 你認識 他你認識嗎 他你認識嗎 我認識 你認識 他是那個放火犯 哥哥你找到他了 那你趕緊把他去逛到警察局裡去啊 對呀 我看他也挺眼熟的 你回來那天 差點撞死婉婉和婦長的刺激 也是他吧 我叫你在說什麼 他這個人真好痛呀 把他們帶走 真好痛 這是田醫生 和我大海提供 這四年來 幫助你現在夫人的各種情緒 以及你的病情都是假的 後董 當時就是他欺騙了夫人 所以我發了夫人母親的心臟給了他自己 他夫人一直認為 是你害人 心裡惹了 你惹了 不能這麼對我 我可是你的救命人啊 我真是知道錯了 我 你是因為他愛你了 愛你 你愛的不是我 是愛霍太太這個位置 不然怎麼會在四年前 就找人設計限制 又剛好出現 替我擋了那一下 不 霍姐妹 你不能給我對我 霍姐妹 你就是個人 瞎 因為你早點相信他晚了晚的話 他會落到現在這個下場 現在 你又在這装什麼神情呢 霍姐妹 我 我 你 我 你说的对 我也没有资格 晚晚 我马上就要去陪你了 等我 爸爸你也不要葡萄了吗 葡萄乖 爸爸没有不要葡萄 爸爸只是 想妈妈了 太葡萄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 从你四岁到成年 妈妈都给你准备好了 太葡萄 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 从你四岁到成年 妈妈都给你准备好了 然后 妈妈不在的人 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郭亲妹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夏天婉姨不在了 看到你多年的情节上 以后葡萄就拜托你了 成熟我最后的情面 晚晚 我都听你的 什么都听你的 我会照顾好葡萄的 方女士 我必须要提前告诉你 这次守抄我们的 可能對你的神經和損害 會造成輕微的失憶 如果手術開始就不可以中止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失憶嗎 也是好事 霍經緯 我要徹底忘記你了 我媽 你是誰 你是誰 看來他真的失憶了 這樣也好 以後就開始新的生活吧 爸爸 我是林陌生 是你的未婚夫 你是我的未婚妻 叫 春晚 我 消瘋了 什麼 啊 我知道了 怎麼了莫誠 馬林教授說 有沒有所謂 應該出了點事情 必須要我回去回去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不會 沒事 你去吧 我自己一個人選就行 到時候 玻璃上有沒有一個神秘感 好了 你真好 那我先去了 馬上就回來了 你 婚紗店國內沒有嗎 非要我來跑這邊 哎 雁哥 不是說了嗎 這間是我朋友開的 可以給我電視的嗎 你快幫我拿回來吧 我過幾天就要結婚了 拜託拜託 我在家裡等你哦 你 你好 我來幫威央去婚紗 好的 謝謝 谢谢大家 我 是你吗 这么多年你去哪了 你这个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他放手 放手 放手 是真的不是吗 晚晚 我想你 这个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是有丈夫的 放开了 没错 就是你 晚晚 你没死 太好了 救命啊 放开了 原来是你 这位先生 我警告你 我已经抱着了 你再做我用的银箱 我跟你没完 晚晚 我才是你的 进北 我进北 如果想逼死他 你请你开口 哦 我跟这个人有些恩怨 你先去换衣服 我跟他说清楚 可是 你放心 我没事 你帮我过来 这两年呢 我带个晚晚去研究所治疗 病治了 但他也失忆了 关于你们的过去 他全忘了 没关系 我会帮他想起来 霍静北 你还不明白吗 他知道治疗会带来的失忆 他是故意要忘记你的 这是他的选择 如果你还有一点心意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 如果你还有一点心意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一个故人 他认错人 他认错人 我们走吧 晚晚 周海 我已经找到晚晚了 替我去查他这两年的全部资料 现在 他叫方晚 晚晚 这一次 我绝不会放手 哪怕你会再次恨我 填导 做这iana 小朋友 我们认识吗 小朋友 我们认识吗 哎 小朋友 你别哭 你别哭 如果是阿姨说错话了 阿姨跟你道 bac好不好 你別哭了好不好 好 我都會聽一下 怎麼回事 我和莫城哥哥還沒結婚呢 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孩子 一定是這個孩子太可愛了 小朋友 你怎麼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啊 你不上學嗎 葡萄 想不想見媽媽 爸爸帶你去見媽媽 可是他爺爺不是說你媽媽去世嗎 爸爸你別騙人了 媽媽沒有死 只是生病了 很嚴重的病 雖然治好了 但他卻再也記不起以前的事 所以答應爸爸 下次見到媽媽 不要叫媽媽 好不好 我是來這裡等人的 等人 那你 那你知道你家裡人的聯繫方式嗎 我幫你聯繫他們 我等的人已經到了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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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記不得我了 沒關係的 記不得你 那你下次提醒他就好了 這次不記得 我代表以後都不會不記得的 下次提醒他 嗯 葡萄 葡萄知道了 葡萄知道了 媽 阿爺 你能送葡萄回家嗎 阿爺 你能送葡萄回家嗎 爸爸 爸爸 小朋友 這是你家 爸爸 對不起啊 你是他爸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一定要這樣 你 你不覺得你這樣 你不覺得你這樣好多分嗎 你這樣還是在安全保駕嗎 安慰給你 可不可以不要丟下葡萄 可以不要走嗎 抱歉 方小姐 你長得 很像我妻子 所以 你長得 你長得 很像我妻子 你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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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妻子兩年前過世了 這孩子 一直接受不了 所以我昨天看到你 誤以為你是他 所以才 是 可是我畢竟不是你的妻子啊 你這樣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是葡萄的生日 方女士 可以看在孩子的份上 幫我一個忙嗎 就當孩子他媽媽 陪他一天 好嗎 好嗎 奇怪 這裡的一切 怎麼都這麼少 這就是孩子的媽媽嗎 真的和我好像 萬萬 你能想起來嗎 如果你想起來 会不会怨我 有事 万万是不是在你呢 你为什么还要再接近她 还嫌害她害得不够惨吗 霍金北 你考虑过万万回忆起一切的后果吗 你承担得了吗 霍金北 谁给你的胆子 看来你还是不够忙啊 还有空管别人的家事 你 霍金北 恨在葡萄的份上 这一回我不和你计较 但你记住 如果万万回想起一切 我绝不会放过你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万万 就算你恨我 也比忘了我好 chif you 你 我 知道 你 看在我們多年的情緒上 為什麼這裡的一切 你都這麼熟悉 難道我曾經 真的生活在這裡 難道我就是唐溫婉 我是不是太心急了 再給他一段時間 威士康 如果我看到這個世界 才是為了一下 他在五多年的情緒上 以後補他就拜託你了 這是我最後的情緒 婉婉 方小姐 我這裡有三張水托管道票 要不今天 那不今天 我還有時間 葡萄 你要先走了 不要好 爸爸我們知道了嗎 我在跑了 方小姐 我怎麼不好了 夫人 夫人要和林漠春結婚了 我怎麼不好了 初海 被車 婉婉 你不能嫁给她 你先出去吧 好的 方小姐 霍先生 我们好像并不熟吧 我嫁给谁 不关你的事吧 婉婉 你都想起来了不是吗 以前的事 你都已经记起来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今天是我和墨城哥哥 大喜日子 你让开 别耽误我结婚 你骗得了所有人 但就是骗不了我 你在撒谎的时候 是会偷偷放在后面 还有 如果你不认识我 为什么看我的眼神里 充满恨意 霍清北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你还有什么脸 站在我面前 你为了李雨农 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 凭什么认为 我还会和你走 对不起 万万 不是 这两年我真的很想你 我知道了 让开 我没有骗你 万万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好想你 没有你 我会死的那种想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何况你现在不是还没有死吗 可是我真的快要死了 其实 我一直都很在意你 但因为我母亲的死 我无法释怀 一直逃避对你的感情 我以为我喜欢李雨农 我以为我喜欢李雨农 对你各种不好 做了很多错事 我知道 我已经无法得到你的原谅 我是真的想要放开你 离你远远地看着你 但是我做不到 我试过 万万 我爱你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会比我更爱你 你现在知道爱我了 想要我的原谅 凭什么原谅 霍静北 我没拿到铜镜 已经算是我的教养了 你的后悔 在我眼里 一分不止 别说 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愧疚之情 就请你不要阻拦我 去追求我的心 让开 莫琛 我已经决定好要嫁给你了 陶文婉 听说 新娘出嫁 会有父亲 或者哥哥弟弟 带领着走向新郎 才会幸福 你已经没有亲人了 能让我做你的亲人 陪你走完这最后一轮路吗 就当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轮路吗 万万 我送你自由 放你走 让我玩了 让我玩了 我看得我超过远方 才交给我哥 何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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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梅 实际梅 不讽 编 像 往 岸 拉 一定会对你好的 婉婉 我爱你 不认 郭董真的很爱你 这两年来 他一直心自叫他想起 他一直没忘记 既然你也放不下他 就是给他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 但如果他能够醒来的话 或许 会给他一次机会 志华 你先出去吧 给你一次原谅你的机会 我原谅你 你刚才说的话 我先走了 不用加想 你没事 过境本 慢慢 你怎么来了 这里有一方向 晚晚 原来我的不刺而别 我骗你 在你示意的时候 theater 因为我的死刑 让你成为了我的未婚妻 满足了五十几年来的梦想 我知道 你对我都是愧疚 是感恩 但从来都不是爱 经过这次与同 再次试图伤害 我知道 我们之间永远都不可能 现在你恢复记忆 而我也回到了这里 以后 我会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我会再自欺其人 感谢你这两年的悲伴 现在 也请你面对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他 让你要去找他吗 他说 让我听从自己的内心 那你 霍京北 你欠了我太多太多 你试办法 我没办法接受你 我不会打扰你 但是我们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 王婉 这是真的吗 王婉 谢谢你 请请请请 请请请 我找唐老挝 找唐总 嗯 有预讦吗 是不是 我是他丈夫 我还要预讦吗 不能 为什么 没听到我头子 我就是啊 我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我 不然 太谣 太多了 来 我告诉你们 唐枫婉就是我老婆 我们还准备生二台呢 老婆 我来接你了 来 我们回家